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4-5-1同分母代分數 假分數真分數的一個加減法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看 同分母真分數的一個加減法 那各位回想一下 我們在3-5-2的時候 我們根據3-5-2的結論 什麼樣的結論呢 同分母分數的加法或者是減法 那加法呢它的和減法它的差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則呢 那第一個分母不變 那第二個加法的話 它的和它的分子呢就相加 那減法的話呢它的差分子就相減 各位回想起來了嗎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趕快根據3-5-2的這個結論 來做以下的一個立體 題目是這樣子的 分別來計算 4分之3加4分之2 與4分之3-2的值 好首先呢我們就直接來解題囉 首先第一個我們將題目再抄一遍 4分之3加4分之2 好我們來檢查看看 4分之3分母是4 4分之2分母也是4 所以同分母分數的加法 它的和呢 第一個分母不變 好我們4就照抄 第二個呢 我的分子相加就是3加上2 好3加上2 所以呢就等於4分之5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 4分之5它其實就是5除以4 所以我們在這裡 趕快來寫下一個除法的直式 5除以4 好這裡是5除以4 好那接著呢 4一得4 4一得4 所以我5除以4 這裡的商就是1 所以趕快 我假分數變成代分數 我整數的部分 趕快寫上我的商 1 然後我的分母呢 變不變 我的分母是不變的 這裡是4 所以這裡的分母還是4 好那接著呢 5-4剩下1 那這個1呢 這個余數這個1 就是代分數 1又4分之幾 4分之幾 這個分子就填上1 所以我第一個 4分之3加上4分之2 我就變成1又4分之1 好那接著很快 我們趕快將第二題的題目 也抄在這裡 4分之3減掉4分之2 那它的答案是多少呢 來檢查看看 4分之3分母是4 4分之2分母也是4 所以它是同分母 分數的減法 所以第一個 我的分母不變還是4 然後第二個呢 分子就相減 3減掉2 於是 我的答案就是4分之1 好現在兩題我們都算出來了 所以趕快寫上最後的答案 答第一個 4分之3加上4分之2 等於1又4分之1 第二題呢 4分之3減掉4分之2 等於4分之1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同分母增分數的加減法 好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看 同分母 假分數的一個加減法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是同分母的假分數 因為它是同分母 所以我們一樣還是可以根據3-5-2的結論 因為這裡也是同分母 同分母分數的加法或者減法 加法的話它的和減法它的差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則呢 第一個 分母的部分不變 那第二個 加法的話 分子相加 減法的話 分子就相減 好我們趕快利用以上這個結論 來做 下面這個例題 題目是這樣子的 分別計算 4分之11加4分之6 與4分之11-4分之6 它的值 各是多少呢 好 我們一樣 第一步 將題目 4分之11加4分之6 再寫一遍 接著呢 觀察4分之11 4分之6 是同分母的兩個假分數 所以根據上面的結論 第一個 分母還是4不變 第二個呢 因為是相加 所以我的分子就是11加上6 我的分子的部分就相加 接著呢 就得到了4分之17 好 4分之17呢 它就是17除以4 我們趕快在旁邊寫下一個指示 好 接著呢 我要將4分之17 這個假分數換算成為代分數 成為我們的答案 所以 4 4 16 所以我這裡的傷呢 就是我代分數 整數的部分 那我的 分母呢 這裡是4 我的分母不變還是4 那我分子的部分要填多少呢 就是17 減掉16 我這裡 的餘數是1 所以我這裡 分子的部分就填上1 所以我第一題 4分之11加上4分之6 我的答案就是4又4分之1 接著 我們來看看第二題 我們將題目 4分之11 減4分之6 抄下來 接著呢 看看4分之11 4分之6 是兩個同分母的假分數 所以呢 第一個 我的分母不變 第二個 它相減 所以我的分子就是11-6 所以我得到 4分之5 好 那看一下 4分之5 它是假分數 我要變成代分數 這裡 就趕快5除以4 好 那我這個 3的部分呢 就是4 1得4 所以我代分數 整數的部分 就是1 然後 我分母的部分呢 它4 跟我假分數一樣 分母不變 那我分子的部分 要填多少呢 這裡分子的部分 是5 減掉4 剩下1 我5除以4的余數 1 就填在我代分數的分子的部分 所以第二題 4分之11 減掉4分之6 我的答案就是1又4分之1 好最後 兩個答案 我都算出來 所以趕快寫上我的答 第一個 4分之11加上4分之6 我的答案是4又4分之1 那第二題呢 4分之11 1減掉4分之6 我的答案是1又4分之1 所以我們現在就將 同分母加分數的加減法 來做一個示範 好接著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 同分母 它代分數的一個加法 我們用以下這個教學活動 來做一個示範 題目是這樣的 乙琳原有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爸爸又給他3又4分之2片的餅乾 請問乙琳現在共有幾片餅乾呢 來以下 這是我們的想法 首先呢 我們先畫出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來這裡有5片 然後再加上4分之3片 所以我這裡 橘色的部分 橘色的部分就是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那接著呢 爸爸又給他3又4分之2片 所以我們這裡再畫藍色的3又4分之2片的餅乾 所以我現在有橘色的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這時候 乙琳共有幾片餅乾呢 共有 所以是加起來 好 那我們怎麼加呢 來首先呢 我們先將完整的12345跟完整的123 我們將完整的5個跟完整的3個先相加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就得到了完整的5個再加上完整的3個 所以這裡有12345678 所以完整的有8片的餅乾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將4分之3片 跟這裡4分之2片 加起來 那4分之3 加4分之2 那這裡 是多少呢 我們就將它加起來 所以原本有 4分之1 4分之2 4分之3 4分之1 4分之3 橘色的4分之3 再加上藍色的 這裡4分之1 4分之2 所以這裡4分之1 這裡 還有4分之1片 所以 我4分之3片 橘色的 加上4分之2片 藍色的 就變成了 1又4分之1片 所以我現在最後呢 我完整的就有 1 1 2 3 4 5 6 7 8 9 就有9片完整的 那剩下 4分之1片 是不完整的部分 好 那我們 怎麼樣 我們 怎麼樣用一個算式 來表達呢 來 我們用一個算式 來表達 好 原本有5又4分之3片 現在爸爸又給他3又4分之2片 所以用加法 來做計算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 這裡 5片 橘色完整的 先加上3片 藍色完整的 所以這裡就是5加3 然後呢 再加上 這裡 4分之3片 橘色 不完整的 再加上這裡 4分之2片 藍色 不完整的 所以這裡就是4分之3 加上4分之2 好 那接著呢 我這裡得到 1 2 3 4 5 6 7 8 所以我這裡 就是8片 完整的 然後呢 再加上 這裡有 4分之1 4分之2 4分之3 4分之4 4分之5 再加上4分之5 好 所以呢 我就是8 再加上 我這裡看 4分之5 是5除以4 所以我這裡趕快 將5除以4 的直式計算寫在這裡 我的 商是1 所以我這裡 代分數的部分 整數就是1 那我的分母還是4不變 那我這裡余數是1 所以我這裡分子的部分 就填上1 所以呢 現在8 加1 又4分之1 所以就是8 加1 再加上4分之1 就是上面這裡 完整的這裡 8 片 再加上這裡 1 再加上這裡 4分之1 所以 我最後的答案 8 加1 就得到9 這裡有9 片完整的 再加上 這裡4分之1片不完整的 所以 我最後總共有9 又4分之1 這裡全部就是有9又4分之1片的餅乾 所以呢 我現在趕快將我的答案寫下來 答 乙琳現在有9又4分之1片的餅乾 好 現在呢 我們將剛剛的算式 列出來 來做一個觀察 我們來看看 我同分母代分數的加法 我會有怎麼樣的一個規則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5又4分之3 加上3又4分之2 這是兩個同分母 分母都是4的一個代分數 來相加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呢 5加3 這個5呢 就是5又4分之3 整數的部分 這個3呢 就是3又4分之2 整數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 我將我的整數部分相加 好 那第二個呢 4分之3 加上4分之2 4分之3 看一下 是5又4分之3 分數的部分 4分之2呢 它是3又4分之2 分數的部分 所以第二步 分數的部分也相加 好 好 第三個部分呢 看一下 5加3 得到整數就是8 那4分之3 加4分之2 分數相加的部分呢 它得到4分之5 那我們知道 4分之5是一個假分數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化為代分數 所以我們將4分之5化為1又4分之1 所以第三個步驟 如果分數的部分相加 出來是一個假分數 則 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再化為代分數 好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的答案呢 最後 就是8加1 等於9 那9再加4分之1 就是9又4分之1 所以我最後的答案 就是我整數再加上我的分數的部分 合併 就變成一個代分數了 所以呢 第四個步驟 合併的部分 所以最後的答案 它為步驟1與步驟2的合併 步驟1呢 就是整數 整數加整數就變成整數 那步驟2呢 它是分數的部分相加 所以出來是一個分數 所以是步驟1 整數與步驟2分數的合併 那如果 如果 我 步驟2分數相加 它變成是一個假分數 以這裡來說是4分之5 它是一個假分數 所以它必須經過第三個步驟 將我的假分數變成代分數之後 再與我整數相加 也就是步驟1的部分 再做合併 所以 我這裡也可以說是步驟1 整數的部分相加 與步驟3 我將我的假分數變成代分數之後 再做一個合併 那這就是我們 觀察同分母代分數加法的一個結論了 好 現在呢 我們趕快利用剛剛所得到的結論 同分母代分數的加法 這四個結論 來做以下這個例題 題目是這樣子的 靖文呢 他原本有6又5分之4張的設置 這時候媽媽又給他2又5分之3張 請問靖文現在共有幾張的設置呢 來 我們直接來解這個題目 原本有6又5分之4張 媽媽又給他 所以是加2又5分之3張 那我們先來觀察一下 6又5分之4跟2又5分之3 分母通通通都是5 這兩個分母都是5的代分數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同分母代分數加法的這個結論 第一個 整數的部分相加 所以整數的部分是6加2 好 第二個呢 分數的部分相加 分數的部分5分之4跟5分之3 所以5分之4加上5分之3 接著呢 6加2整數的部分叫做8 分數的部分5分之4加5分之3 所以是5分之7 好所以 整數的部分加起來是8 分數的部分加起來是5分之7 那看一下5分之7 他是一個假分數 所以步驟3 假分數 我還要再化為代分數 所以這裡8加5分之7 就是8 再加上 那5分之7這個假分數呢 要化為代分數 所以 我們 這裡 就用處法 7除以5 得到 傷是1 與數是2 所以我的5分之7 代分數就變成 1又5分之2 好 那8加1 5分之2 我們這個8 還是8 那1又5分之2呢 我們就把它分解成 1加5分之2 所以最後8加1 得到9 再加上分數 5分之2的部分 好 所以最後 合併起來呢 9加上5分之2 整數加分數的部分 所以最後是9又5分之2 好 於是呢 我們最後的答案 答 好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同分母 代分數的減法 我們用以下這個教學活動 來做一個示範 題目是這樣子的 以0呢 原有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後來吃掉了3又4分之2片餅乾 請問以0現在還剩下幾片的餅乾呢 來 以下就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先來看看 以0原有5又4分之3片 所以我們先畫 1 2 3 4 5 先畫5又4分之3片的餅乾 然後吃掉了3又4分之2片 我們畫 1 2 3 3又4分之2片 餅乾 然後 因為是吃掉了 所以呢 我們是用相減的 用扣掉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將完整的 這5片 餅乾 扣掉 完整的這3片餅乾 看看 我們用完整的 5片 扣掉完整的3片 還有用不完整的4分之3片 扣掉這不完整的 4分之2片 那我剩下的呢 完整的部分 5片 剪掉3片 剩下2片 完整的 完整的 不完整的4分之3 扣掉 4分之2 剩下 4分之1片 所以我最後呢 就剩下完整的2片 這裡完整的2片 還有這裡不完整的4分之1片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最後剩下的就是2 又4分之1片的餅乾 那目前我們的想法是用圖來表示 那如果我們要用一個算式呢 原有5又4分之3片 吃掉 就是扣掉 減3又4分之2片的餅乾 那我們會等於多少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我們先用完整的12345 減掉完整的123 所以我們先用5減掉3 然後呢 然後呢 我這裡 不完整的有4分之3 減掉 4分之2 所以我這裡是4分之3 減掉 4分之2 那 我 5減3 這裡5減3剩下2 所以我這裡剩下2 4分之2 那我這裡 4分之3 減掉 4分之2 剩下4分之1 所以再加上4分之1 所以最後 2 加4分之1 叫做2又4分之1 所以我們馬上 趕快寫下我們的答案 答 以0剩下2又4分之1片的餅乾 好 現在呢 我們將剛剛的 算式 來 做一個觀察 我們來看看 會得到 怎麼樣的 一個結論呢 來 同分母 代分數的減法 我這裡是5又4分之3 減掉3又4分之2 分母都是4的 代分數 兩個相減 我得到的 這裡 看一下 5減3 5減3 是這裡 5又4分之3 這個代分數的整數 減掉3又4分之2 這個代分數3的整數部分 所以我第一個 整數的部分 相減 然後呢 再看一下這裡 4分之3 減掉4分之2 這個4分之3呢 就是這個5又4分之3 這個代分數 分數的部分 4分之3 4分之2 就是這個3又4分之2 這個代分數 分數的部分 所以呢 第二個部分 4分之3 減掉4分之2 就是分數部分相減 然後 第三個部分呢 5減3得到2 4分之3 3 減掉4分之2 得到4分之1 所以是2 加4分之1 最後得到2又4分之1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 最後的答案是 步驟1 步驟1 是 5減3 整數的部分 相減 然後 然後 與步驟2 步驟2 是4分之3 減4分之2 是分數的部分 相減 最後合併起來 就得到2又4分之1 就得到我最後的一個答案 好 最後呢 我們趕快 利用剛剛所得到的 同分母代分數減法的這個結論 來練習一下 以下這個例題 題目是這樣子的 靜文原有7又9分之5片的餅乾 後來吃掉了3又9分之2片餅乾 請問靜文現在還剩下幾片的餅乾呢 來我們直接 列式來解 原有7又9分之5片 吃掉了就是 -3又9分之2片 那我剩下 多少片的餅乾呢 我們先檢查看看 7又9分之5 3又9分之2 分母一樣都是9 同分母的兩個代分數相減 那我 他的步驟要如何計算呢 第一個 整數的部分相減 我們看一下 7又9分之5整數是7 3又9分之2整數是3 所以第一步是7-3整數的部分相減 接著呢 第二步分數的部分相減 7又9分之5分數是9分之5 3又9分之2分數是9分之2 所以是分數的部分相減 9分之5-9分之2 好 接著呢 7-3 叫做4 9分之5-9分之2 叫做9分之3 所以 第三部分呢 最後的答案是 步驟1與步驟2的合併 所以步驟1 7-3得到4 步驟2 9分之5-9分之2 得到9分之3 兩個合併 叫4又 9分之3 於是 我們就得到答案是 4又9分之3 所以趕快寫下我們的答案 靜文 現在還剩下 4又9分之3片的餅乾